我也要问一下亭峰老师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 牵扯到我后面的工作 因为到目前为止 在这一季里面 我们的四个老师的战队 你看李健老师战队是 东北虎战队 哈石器战队 杰伦老师早就已经知道 是地表最狂战队 没错 到目前为止 贵战队好像一直 还没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对吗 终于先好了 不好意思 今天有了 有了 你要先来知道吗 对 要不然我要请他们出来 你 还是说你希望 我请了他们出来以后 再正式向大家公布 我 我都可以 啊 你有点紧张 你做一下决定 但是不是 我怕讲出来之后 你会恨我 哎呦 这个对你有点要求的 因为我的战队就叫做 啊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那么张 那么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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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有搞错吧 今年的这个导师 不是月韵鹏 啊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这么张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那么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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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过节目吧 对 相声吧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这么张 对 但是这个 我的天哪 是要假音 啊哈哈 后面是要真音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这么张 哎 对 哎 多一个假音哦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这么张 哎 是这样子吗 多 谁谁谁 对 哈哈哈哈 每一个 你都要这样讲一遍 每一次都要这样练吗 那你 你不能报其他的导师的罪名 你不报我的呀 不报我的呀 对呀 公平 哦 哦 要公平 我的苍天哪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这么张 可以吗 这样符合要求吗 OK 觉得从此以后 华少因为朗诵这个 亭峰组的战队的名字 多了一项专利 假音会练得好 对啊 从此以后这个模板标本 这个就是你华少的这个发音 是 我的天哪 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新的时刻 对的 这一季 亭峰老师作为第一次 战争中国好先生的老师 终于给他的队伍 有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就让我们欢迎 今晚主战的两队学员登场 欢迎史上最强战队和 我的天哪 怎么能够这么强战队登场 哈哈哈哈 讲错了 讲错了 是地表最狂啊 地表最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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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